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利用Google 来做上传跟下载 云端资料的动作 那我们利用Google的好处就是 因为Google是你自己的账号 所以原则上就是按照你的容量 去决定你的这个上传跟下载的 资料的量 的限制 那跟那个用Thinspeak不一样 Thinspeak如果你没有去购买他的 账号的话 那他会有一些限制比如说15秒才能做一次资料的传输 然后最多能够上传下载8000笔资料 那如果你今天用的是Google的话 就没有这些限制 那个人账号免费的话大概有15G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的是教育处提供的免费的账号的话 那个容量是不限制的 不限制的所以他是有一些好处 那我们利用Google表单来做 感测器资料的上传跟下载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先准备一个表单 然后你做完表单之后 会有 会他可以转出一个试算表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表格先来准备 准备一下 所以请各位到Google上面 你登录你的云端硬碟 然后在云端硬碟里面新增你的 表单 表单就是一般我们做那个问卷的那个东西 做问卷的东西 所以你给你的表单取一个名字 我把它叫做测试云端资料 那我们先增加个两个栏位好了 那所以 第一个栏位我们就用比如说温度 然后我们一律用 我们就用那个简答 用简答题 然后再复制一个题目叫做湿度 好一样是用简答 那你做完这个表单之后呢 好上面会有传送 所以请你点一下传送 那选一下连结 那这个连结呢就是将来 你的表单公告出去之后大家 可以填的那个网址 好可以填的网址 好 那么所以我们 把这个网址 你可以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那复制完之后呢 如果将来我们要填这个表单 我们就只要把这个网址输入 或者是你挂在某个连结上面 那 这边就会有这表单就会出来 那我先随便填几个 资料 我先随便填几个资料 等下测试用 那我再填一个好了 好 那我再填一个好了 20度 20度高一点 那么你现在我刚已经填了两笔资料 填了两笔资料 那么所以我回到表单这边 回到表单这边 那 当你有人填资料进去之后这边会出现回复 那出现回复之后如果你点进来 第一次 第一次 好等一下 你的表单这里还没有提 还没有那个名称 我们点一下他 让他把这个名字扣上去 这样存档才会有这个名字 好那我们接下来到回复这边 这个名字也会在 好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 刚那个是填填的问卷表单 那回复之后呢他其实可以在 里面产生一个试算表 好所以你在这边 你这边现在有两笔资料 所以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地方 然后他会问你说你要做什么 那我们就让他直接建立一个试算表 好就按建立 好当你按了建立之后 你踢进去的资料就会以试算表的方式 好而不是用 这是表单 然后他 资料会呈现在试算表里面 好同时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呢 就会有两 两个档案 会有两个档案 一个是叫做 这个叫测试云端资料 那这个回应的部分就会变成试算表 好所以两个长相不一样 好 那 所以这个就会是产生的试算表档案 好那如果说你这 这个等一下我们要 从这边去下载资料的话 我们要做一个 把他公布到网路上的动作 然后而且还要把他的那个连结 改成 Json的格式 所以这两个动作都要做 你的资料才可以在 Squatch 里面被下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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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